荣耀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本期节目开始前 我来问一下 有多少人知道 安琪拉和亚瑟 其实是官方CP 我估计的许多人都不知道吧 因为在官方设定里 这两个明明属于上下级关系 没想到61年520 他们都出上情侣皮肤了 亚瑟安琪拉最淘游戏 废话不多说 先来看看特效 那亚瑟的皮肤亮点在1技能 改变毛点不说 就这样动作 养大型犬的朋友 是不是比你A动了 二技能是召唤三只精灵 大招是从电而降 炫酷彩蛋 配色还挺好看 回程特效非常炫目 待机动作和行走动作 只能说比转圈键好太多了 我不信有人看安琪拉的西米菇 能把眼镜从他的脸上挪开 出场开始是这样的短短双马尾 展示定格动作两只小精灵 直接咬在他的马尾上 这个设定还太炸烈了 纯看个人喜好 喜欢的会觉得互动性 虚伪失足 但不喜欢的 且害怕这种变质的 只会觉得两眼一黑 然后说特效 局内有一个小宠物 一直跟着他 一二技能都是中规中矩 可以去转看一下 大招式亮点 安琪拉把两个大变质摘下来 当成大招的武器 我脑子里就四个大字 动感光波 回程动作 水分亚色的互动 炸机动作还不错 就是行走动作 是数字转圈 这两款皮肤都是传作限定品质 有专属的520皮肤标签 两款一起打爆 2520点月 马戏团风格的皮肤 很俏皮 配色大胆 比较看个人口味 是萝卜青菜 各有所爱的类的皮肤 兄弟们喜欢就买 不喜欢就等下一款 反正出的快 总会遇到你喜欢的 同时 本次520还将反场 李白 王道军 第一年限定皮肤 是抽奖获取 大家夺勤参与 另外 本次反场 还带着凤小黄的新传说 和凤凰鱼飞的新人部件 同样也是限时活动抽奖获取 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特效 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李白这套的 虽然它看起来也没有红白 配色那么轻盈 但是不妨碍帅哥 帅出多样性 对于我来说 刮叉是版本的事 帅是一辈子的事 最后 萌芽白解定的优化稿也出来了 红色高马尾少年 六元的价格 史实品质 上线时间 我们推测是12月份 我见识 必然全款拿下